大家下午好 我是炭斯 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也同时自我挑战 非常刺激的 那么这台amplifier 大家看到吗 amplifier 市场蛮多的 然后这个amplifier 之前客户给人家做过 两个星期还搞不定 然后没办法 Google就拿给炭斯做 炭斯自我挑战 对方两个星期搞不定 炭斯半小时杀货 OK 我们来做个挑战 那么到底这个amplifier 出现什么故障呢 OK 它是没有声音 它有power没有声音 那么我们来看看吧 现在把它声音 power on它 通常当我们一on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 amplifier的relay会大一声的 一手给它工作 就是说一切正常 relay才active的 那么当relay active 才能够正常工作 能够正常的发出声音 那么我们看看 现在手先看 已经开电了的 看到吗 它是有电源的 但是大概整三秒内 relay会发出声音的 就是active的声音 但是听不到relay的声音 所以就是这个毛病 就是完全没有声音 OK 那么让铺子打开机壳 让大家看看里面内部的结构 OK 那么已经打开机壳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 内部有几块电板 那么这个毛病 这个故障 一定要从我们的poweramp 这个section开始检测 当然要检测之前 必定有一些基本条件 熟悉整个amplifier的结构 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下手 那么这个amplifier的poweramp 这个board呢 我们怎样去辨认 有一个黑性的 aluminum三热片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功率级 就是poweramp 最后一级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poweramp呢 这里是直接输出给喇叭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板 把它倒反 我们用动态检测 检测几个重点 看看到底 那个故障点是在哪里 大约是在哪个部分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是focus这个部分 OK focus部分 这部分我们可以看那个relay 之前不所说过的 当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开启电源呢 大概在3秒之内呢 我们会听到打一声了 意思是说relay已经active了 也意思是说呢 整个poweramp它的工作条件 已经是正常的 才允许relay active 那么现在这个是relay 那么在上面的 打开 翻开这个板呢 我们可以看到relay的管角有 123456 有6个管角 那么我们知道relay的 另外管角的定义 其中有两个管角 它是线前的管角 就是这两端 然后另外4个呢 就是左声道 右声道的开关 那么我们先来来一个动态检测 看左声道跟右声道的电压如何 正常的话 正常的话 它是0W的 如果不是0W呢 relay肯定它不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来用动态检测 看看是否正常吗 OK好 现在呢 噴射已经把这个PowerM Board 把它倒反起来 用意识 方便我们测试 这个relay管角的电压是否正常吗 那么现在呢 就开启这个PowerM的电源 开启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防范措施 就是把一些结缘体 放在这个板的下面 以防它触电 OK 那么现在就开始 ON 对 已经开启了 这个PowerM 那么我们就测量 这一个relay的管角 那么噴射知道它的管角哪里是输入的 这是Eating 用DC250 或者DC50 当然噴射有很多很多仪器 用光了 噴射用光了这个AM表是非常好用的 OK 那么这是Eating 这是Eating 然后去测 首先 正常的话 这是左伸道输入 这右伸道输入 正常的话呢 两个端口都是灵温的 这是正常灵温 这个不正常 对了 看到吗 左伸道灵温 表着是不动的 右伸道它变那个负电压 就是因为所以出现负电压 使到里内不工作 因为它是个保护电路 现在我们知道了 原来是这个通道有问题 到底这通道是哪里呢 等部下把这个电板再返回前面 让你们知道哪一个通道 然后接下来应该怎样检测 也让你们知道 OK OK好 那么呢 经过刚才我们在这个amplifier 这个反board的这个里内的管角呢 知道是其中一个通道 它不正常 它呈现了一个负电压的状态 所以使到里内不工作 那么到底这个通道是谁哪一个通道呢 我们来看这个power board 这power board呢 它是有左声道跟右声道 左边是在这里 左边有的延期间 延期间 有1234 这是公立三级管 OK 那么 左边的电路有什么 右边的电路也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是双胞胎 OK 那么呢 已经确定了 这个 这个神道 是出现了问题 它是出现了 输出了一个负电压给这个里内 OK 那么呢 一看 这一个通道 看到这些字体吗 就是 之前那位维修工 已经更换了这些元器件 也意思是说呢 能够更换的 它已经更换了 然后还是搞不掉 那么呢 到底 我们现在如何下手呢 当然 我们现在检测的方式是 静态检测法 叫做 Static Check 那么我们先使用Multimeter 首先 我们 也大概的 测量 这个部分的 所有的 有源源器件 那么呢 这些都是 Transistor 还有我们的二级管 Diode 都是有源源器件 我们大概大概去测量 Onboard测量 我们就是Onboard 载板测量 载板测量 载板测量呢 虽然得不到 100%准确度 但是呢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哪一个源器件 有没有 有没有 short circuit 有没有短路 首先 这个是A 三极管 AACC的 它是 PMP 三极管 NPN三极管 那么 PMP三极管呢 黑红针 黑红针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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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没事 没事 OK OK 你看看 Bc B1 等于Bc 这是一个 PMP三极管 证明 B1 B1 没有短路 这个也一样 B1 等于Bc 然后 再测这个 NPN的三极管 我们就用黑红针做标准 B1 等于Bc 另外一个 B1 等于Bc 过后呢 Check它的CE 看它有没有短路 没事 CE C 没有短路 然后这个PMP也是一样 没有短路 它没有短路 我们onboard主要测试 有没有短路 有没有sure secure 确定这四个三极管是没有sure secure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大概大概就检测这一些 小粒的三极管 大概就检测吧 初步估计它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是C B945 它是一个MPN三极管 然后呢 左边是B角 中间是C角 黑纵做标准 我们看看 大概是B 对了 我们先测它的B B角 OK 那么现在是BE OK BE 等于BC OK 那么呢 初步估计呢 这些三极管都没问题 现在我们onboard测量二极管 可以onboard测量的 只要没有短路 只要没有短路 估计它OK 但是 不一定是100% 那这些二极管 OK 顺向 OK 顺向 顺向 OK 没有短路 顺向 然后 顺向 OK 然后 顺向 嗯 顺向 OK 好 经过了一些时间 已经确定 这个部分的所有 有缘缘器件 都OK 都没问题 那么 依照Poonce的经验呢 像这样的案例 丢给Poonce做呢 确定是 99% 都不是 有缘缘器件损坏 那么 到底什么损坏呢 啊 那么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先去 check 那些 无缘缘器件 我们先下 先从 电阻器下手 那么 如果是 检测电阻器 我们onboard 测量呢 我们只能够拿到 90%的准确度 OK 那么 我们使用 我们的 Digital Multimeter 好 经过了刚才碰到 检测过后呢 已经 确定了 这个 Power Amp 这一声道里面的 有缘缘器件 没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检测 这个部分里面的电阻器 onboard checking 不需要拆下来检测 我们使用 Digital Multimeter 如果onboard checking 电阻器呢 使用Digital Multimeter 是比较恰当 比较适合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只能够得到 90%的准确度 起码 我们用Digital Multimeter onboard checking 电阻器的目的 起码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电阻器 有没有 High Ohm 或者Open Secure 那么现在不能就示范 检测这一部分的一些电阻器 就是在PowerM部分的 那么如果正常 正常的时候呢 这个Meter里面所呈现的电阻值呢 它一就是少过它正常的电阻值 二就是呢 就是接近它的电阻值 绝对不能够超过它本身的电阻值 如果有超过呢 就是这电阻值有问题的 那比如说 现在Puncher检测这个 中黑中 中黑中 这里写10吗 10个Ohm 10个Ohm 那么Onboard测量 是没有分极性 Onboard测量 我们看看 我们必须要把它转去我们的Ohm档位 对了 Ohm档位 这是Ohm档位 现在Onboard测量这个 10个Ohm的电阻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10个Ohm 它十三十二十一 对10.5Ohm 如果是使用DMM表呢 它的速度会比较慢 就是正常的 这个电阻值正常的 那么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一直在检测其他的 那这个是中黑中 中黑中 100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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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Ohm 对 加减8星 它有误差值 好的 这个也是100Ohm 中黑中 也是一样 我们在Onboard测量 就是载板测试 96.9Ohm OK 好的 接下来 330Ohm 层层中 层层就是 orange orange chocolate 330Ohm 我们看看 对 看它到底是多少 61.Ohm 正常的 那 层层说过 Onboard测量电阻器呢 有两个情况出现 一 它会出现 这个电阻值 是少过这个 正常的电阻值 二就是呢 它就接近这个电阻值 绝对是不能够大过这个电阻值 所以是6.1Ohm OK 330Ohm 估计是正常的 接下来也是一样 330Ohm 也是330Ohm 对 OK 63.4Ohm OK 正常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先检测PowerM附近的那些电阻值 电阻器 也是一样 60.60Ohm 这个也是330Ohm OK 60Ohm正常 接下来呢 再看看 10个Ohm 这是应该是10个Ohm 对 中黑黑 10个Ohm 10个Ohm 看到吗 9.9Ohm 分手有没有说错 一就是它接近它本身的组织 二就是少过本身的组织 绝对不能够大于它本身的组织 OK 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测量 12345678 90 已经测量了 330Ohm 10个Ohm 100Ohm 都测量了 接下来就测量这个部分 这个也是属于PowerM的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大力的有小力的电阻器 它的功率值不同 首先呢 先从大力的开始检测 那么 检测这个 红红 红红红层 22KOhm 22KOhm 对了 22.5KOhm 看到那个表吗 正常的 再检测这个 青色 蓝色 红色 5.6K 5.6K 啊 发现了 终于发现了 啊 看是否有没有紧紧的贴住这个管角 6.49MOhm 啊 这个电阻器 已经 OpenSq 看到吗 再看看 青色 蓝色 红色 5.6KOhm 那么 所测得到的是 0.65 0.65 0.65 5MOhm 就是 657KOhm 啊 650KOhm 它正常是 5.6KOhm 啊 终于找到了 这个故障点 原来一边没有声音 Relay不Active 就是因为这个电阻器 已经 OpenSq 是否真的是 OpenSq 吗 让粉色把它拆下来 再次的 铃板测试 让大家看看 是否是100%的 已经 OpenSq 好 好 好 那么呢 这个 5.6K 这个电阻器 已经拆下 我们现在是 铃板测试 Offboard测试 那么呢 我们使用 两个表 AMM跟DMM 现在使用我们的DMM 现在使用我们的DMM 铃板测试呢 好处是100%准确度 那么我们先看看它 使用DMM 它是多少的 Resistant电阻值 我们可以看到OpenSq 0.1就是已经OpenSq 那么现在我们切换用我们的 AMM表 Analog Multimeter 记得乘1K 归0 然后 就是测量 看它到底是多少 确定OpenSq 所以 我们可以100% confirm 这个5.6K 已经OpenSq 而导致 这个Amplifier呢 的Relay不工作 因为 有一个声道 有出现的问题 好 这台Amplifier呢 经过 噴射用半小时之内维修 OK 终于搞定了 现在我们开启电源 来测试 它是否OK吗 听看 有没有打一声Relay 啊 听到一声吗 好 现在我们去装一个 连接一条线到我们的YouTube OK 嗯 两边声音都OK 非常好 平均 证明已经声音修复 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电鱼器 OpenSq 使到没有声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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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